十九大前繼續有軍方高層人事變動 李尚福出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 他是甚麼來頭 李尚福的專業是在航天領域那裡 他指揮過多次的火箭發射任務 而更重要的是他是紅二代 他接替的張又俠有甚麼去響呢 跟以往一樣官方就沒有公佈到 外界就猜他有可能會再高升 而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七個現任的中央軍委委員 在這一輪的變動裡面 取消了兼任的職務 官階屬於中將的李尚福 是他在北京出席活動的時候 由解放軍部披露新任命的消息 報道說李尚福剛剛離身 出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 而這個職務 之前是由中央軍委委員張又俠兼任 長和二號分析 準確進入 預定軌道 59歲的李尚福 用一紅二代背景 他曾經擔任過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司令員 和探閱工程副總指揮 這次他調任新職意味著中央軍委部門和各軍種已經陸續調整主帳 五大軍種主要官員的調整就在今年已經陸續開始了 韓衛國、沈金龍和丁萊航分別出任陸海空三軍的司令員 周瓦寧就接任魏鳳和出任火箭軍司令員 經調整之後 由中共十八大產生的八名中央軍委委員當中已經有七個不再兼任軍委部門或軍種的領導職務 另外原先任陸軍司令員的李作成就出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 海軍政委苗華就出任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北部戰區司令員宋普選就出任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 曾經駐守福建的苗華和宋普選被視為和軍委主席習近平有密切關係的東南軍 在軍隊人事變動的同時解放軍部就發表文章 說軍隊從來都是進行階級統治的政治工具 而解放軍就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有歷史學者認為這個時候重提階級鬥爭對中共不利 解放軍部的評論文章針對軍隊應該保持政治中立的說法 說軍隊從來都是進行階級統治的政治工具 始終為政治服務 無軍隊是真正脫離政治而純粹中立存在的 文章引用前蘇共領袖列寧的說話 說軍隊不問政治只是資產階級偽善的口號 文章說現在一些西方國家標榜他們的軍隊是不問政治和非政治化 但是西方國家的軍隊從來都沒有真正脫離過政治 他們的不問政治只是不問資產階級黨派政治鬥爭 但是一旦資產階級的利益受損 軍隊就會成為資產階級利益的捍衛者 文章說解放軍從來都沒有被毀自己的政治屬性 是為無產階級政治 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 有要求充分認清軍隊不問政治的荒謬性 虛偽性、欺騙性和危害性 毫不動搖地支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無條件執行黨賦予的使命任務 有歷史學者說 中共已經很長時間不提階級鬥爭 現在重提對中共不利 中共的這個權貴集團顯然就是博學階級 大家會想起那個前南斯拉夫 有一位領導人叫德爾拉斯 他寫過一本書叫《新階級》 他就是講共產黨執政了以後 怎麼樣變成特權階級 所以現在他這麼說 這個就暴露了一個實質 就是說實際上軍隊現在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他說自己不中立 這也是說出了他們的實質 就是說他就是為了保衛他們的政權 保衛他們的特權